终于是台股在兔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也是台股首次要挑战一万八封关 而今天的开盘指数可以看到是来到了一万八千零四十七点 早盘一度下跌超过四十点 在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上涨的立即上 台股力拼连续第二年封关收红 其中护国深山台积电日前公布的财报优于预期 加上2月24号日本雄本厂开幕 创办人张忠谋将受邀参加 还有国外的分析师指出台积电2023年 首度超越英特尔跟三星 成为全球营收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 种种力多之下台积电周一的股价再上工 早盘异度上涨超过百分之一 过程调整告一个段落之后 今年也期待说在中山需求逐步回温的情况之下 我想对于相关的这些金额再工的其实都是有利的 旺到不行的还有AI族群放眼望去一片红通通 技嘉维影一度狂飙百分之六 伟创广达涨幅也超过百分之四 分析师认为龙年AI族群的成长还是相当稳健 投资市场也关心航运货柜年前抢出货 北美的运价依旧飙涨 货柜三雄有机会缴出量演成机 商融一度上涨百分之一 不过万海跟阳明表现就相对疲软 就快农历新年了 雅虎财经整理过去二十年的资料 其中有十五次年后开红 比例是高达七成五 不过分析师指出台股去年已经涨多 关关之前建议要适度减码 融资部分也可以先获利了结 纪念新闻 终于伦比捷台北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欢迎订阅 可以